你敢不敢让没有医生资格的人在你脸上身上注射不明的物质 短报记者日前就发现 一名整容无数次的女子公然透过脸书直播 让她的朋友在她的脸颊上注射容之身的过程 以推销其朋友的微整形生意 在该直播的短片中 可看到该名女子进行微整形的地方 只是在一间民宅里头 而贴她注射药物的男子并没有穿上医生袍 也没有戴上口罩 现场更有小孩跑动 当记者点击该男子的个人脸书页面时发现 她是以自由业的形式为别人进行微整形 而且已经长达好几年 她也常在脸书、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上贴图宣传所提供的微整形服务项目 而一年前 该名男子也曾经以短片的方式 记录他为客户进行注射的过程 除了以上的个案 记者日前也发现 另外一名没有专业衣水资格 却在吉隆坡开业经营美容院将近三年 为客户提供微整形服务的男子 以下是本报记者上门暗访所录下的对话 这次是美容院还是 他们在美容院 其实我们这里周围整他 我的状况那么慢哦 这个一定要他过来看 而且才可以恐怖 医生会过来看 对对对 是他过来看 医生有一次的脸片啊 有啊 我想问就是医生你是 因为我跟我妹妹讲我要做鼻子 他们就说 不懂你们的那边是有 不好意思啊 我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license 因为他们 我们没有license 我们没有license 对 我们没有license 没有license 嗯 因为就算是医生的话也是来给我学的 哦 嗯 因为他们医生始终是医生 他们不是做这一行 只是他们 他们有医生把他们拿来 就是这样 拿那个医生证来做这些东西 哦 所以OK的吗 会安全的吗 我怕 这些是很安全的 我们已经有四年多 我已经有四年多五年的经验了 哦 你就是 所以这些是只是为创而已 不像那种真正的手术的样子 针对以上两起事件 卫生部投诉 与执法组官员 拒绝做出进一步的回应 这承诺将会对此展开调查 在这一个人人追求美的时代 微整形以及医学美容在国内越来越普及化 价格已逐渐趋向消费者可负担的价位 相关当局是时候要更严正看待这个行业 以妥当的保障广大消费者的权益 以避免有人成为非法微整形服务的受害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